终于要进入今天的最后一首 最后一首要告诉你 布朗普斯的最好的朋友 德佛扎克跟布朗普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布朗普斯写了很多匈牙利舞曲 德佛扎克也用四首联台写了很多的斯拉夫曲 而且这个斯拉夫曲跟修华利舞曲 话来都改变成本 其实也蛮有的叫做 你到日本音乐天音乐会里面 所以我们最后按摩系统的都是这些 好 乘胜追求也是几段音乐堆点 A B C D A B C A段里面为什么选择这个 这也非常能教大家听懂 音乐的语音乐它有语法 什么意思 问哪句一问一答 再问再答 我们是有这个概念 你看音乐里面就是有这种句子 像我们写作文一样是有句子的 好 A段里面就是问哪句 追我们的首次一问一答 再问再答 好 来 A段 再问一答 再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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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段呢 A段呢 就是一种魔镜 一波 两波 三波 一波 一波 它把它顶到最高潮 B段就是魔镜 来 好 谢谢 谢谢 C段里面就是色彩的电话 一下子大调 一下子像穿去的便捏 就变成小调 所以你看 大调 我用这种动作 小调的时候那一瞬间很美 好 你看C段的音乐 好 就是这样一个大小调的一个色彩的变化 各位 从头到尾 然后 演出完之后 我看你坐久了 站起来跟他们翻读一下 好不好 A B A C A B D A B C A B C C D我就用所概的络完路线 再来是A B C 好 你这一次没讲解 你给他们最精彩的鸭驰 中文 演出完之后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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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